欢迎收看《魔戒二部曲》 柯文哲白袍换球衣特别报道 现在他被收押第三天是周末不能绿剑会客 我们东正新闻独家掌握了柯文哲住的设法 只有一个停车格的大小 大概是两到三平 柯文哲有一名室友 而他被关进去看守所当晚 疑似因为太累了 虽然热到只穿了一条四脚裤睡觉 但是睡得不错 柯主席加油 柯主席加油 柯文哲被收押第三天 小草不为体感高温40度也要来挺阿伯 但是说好的宁静革命 却有旗帜不调 小草没在怕 在还没有被判刑之前 我们都有权利都有自由 三议员柯P 为柯P的清白加油 坚信贪污案被告柯文哲是清白的 小草们卖力大喊只想要真相 只是7号假日 看守所不能绿剑更不能会客 柯文哲设防配置独家曝光 厕所就在门的旁边 柯文哲睡单身床 但是设防的大小只有一个汽车停车格这么大 柯文哲他有一名室友 等于他能够使用的空间只有一屏 他9月5号进到看守所这一天 热到只有穿四脚裤睡觉 但或许是二度鸡押亭攻防站太累了 柯文哲这一天睡得不错 目前有要提出抗告吗 我们等三位律师都完成绿剑之后 再统一发表说法 目前柯文哲文恩律师都还没有拟好抗告状 但是看看阿伯7号吃什么 早餐是高丽菜粥咸淡 午餐双煮菜 炸香肠跟糖醋鸡丁 还有蔬菜跟黑糖红茶 营养均衡 至于晚餐 葱烧猪肉跟关东煮小鱼味增汤 不过还是一样 蔬菜不算多 柯文哲成为阶下囚的日子 早上6点50分起床 吃早餐点名 其余的时间都在静坐 如果是辅导时间 才会播放有声书感话 但是陈佩琪已经递给柯文哲 百年追求这一本书 书中主要是在讲 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追求民主跟自由的过程 而这个周末 柯文哲委任律师 全力理抗告状 这一战对柯文哲来说 事关重大 一旦抗高被驳回 至少会被关押两个月 最快能够看到阿伯的时间点 会是在11月 东森新闻 赵一杰林商与张王 SNJ小组台北报道 好 除了金华城的土地案 4300万的商办 金流争议现在招待清楚了吗 民众党秀出的这份买卖契约 却被发现上面的总价 怎么是61万多元 怎么跟4300万落差非常大呢 对此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就质疑 怎么不拿出实际的买卖金额合约呢 民众党汇给柯文哲的7000多万 柯文哲从这7000多万汇出去 给那个陈姓的前地主 你把它拿出来就好了嘛 为什么要去拿一个公器出来呢 究竟是忘记了还是不愿拿出来 面对4300万商办金流争议 民众党迟迟交代不清 即便秀出所有权买卖移转契约书 但似乎搞错重点 因为外界关注的一直是金流 不是契约 你拿出61万那个契税那个 当然可以证明你有买卖房子 可是私约呢 你到底多少钱买的 我最近这几天 我会去银行去申请 那个交易明细的资料 购入价是多少 从契约上无从得知 但可以知道的是 民众党这一张契约 上面还有一行总价 写的是61万7800元 和外界认知的4300万 有将近70倍的落差 民众党这波操作 只怕是越描越黑 很典型的问A打B 没有人去质疑说 没有这个合约 现在质疑的是说 你买这个房子 所用的金钱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危机处理应该是不及格 而且是惨不忍睹 最最最惨的 恐怕是民众党回应 这一张买卖契约书 是众多契约书的其中一份 因此只会呈现部分买卖金额 但这看在专家眼里 恐怕民众党又想打迷糊仗 在真正的成交金额里面 会呈现在这个 失去文字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纯粹送公部门使用 只是这时却有名嘴在爆料 陈沛琪疑似又去看了 另外一栋1.18亿的豪宅 甚至还要求房仲 要删除监视器画面 原本争议都还没解释清楚 只怕越演越烈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可吻者的密账内幕 曝光了吗 根据静周刊的报道 简连扣走柯文哲的 USB里面不止记载了 大老板的名册 还写上了什么 小沈1500沈庆金 好 简方从修改记录 发现有重新编辑 加上对上的时间点 还有不明的金流 咬定柯文哲涉嫌收贿 对此北简回应 不予置评 常见的USB从柯文哲 主杂被搜出 成了检方眼中的关键证据 根据静周刊报道 里面点开是Excel档案 依次记录着柯文哲 收取微经集团创办员 审刑金的1500万 检方更发现其中有修改记录 周刊报道时间记录是 111年11月1号 小沈1500审刑金 不论指金额还是时间 也间接曝光柯文哲有大老板名册 底下包含其他集团总裁 以及科技业大佬 一千五百万记下时间点 这么刚好两周前 111年10月18号 和金华城改建建造执照的 合法时间点吻合 根据平面媒体报导 是北检第一次深压柯文哲失败 向高院提起抗告的市政之一 高院撤销吴宝请回 发回北院重裁 理由当中就特地提到 柯文哲的随身物品 法界分析不排除直指这个USB 但对于柯文哲被爆料 收贿一千五百万 北检直以不予置评 无法证实暧昧回应 为什么写小沈1500沈庆青 如果没有办法合理交代 检方会高度怀疑 包括院方也会高度怀疑 这是不是就是你收贿的证据 那当然不是仅凭着记载 就认定你有收贿 还是需要佐以 不管沈庆青的证词 或者是印小卫的证词 不只1500万出现时机点恰巧 就连金额数目也很刚好 前方调查北市议员印小威 收贿神经金4740万 账目中大有玄机 其中1500万元去向不明 高院裁定书内容 本不该外流 秘密却一一曝光 USB里还藏着什么 柯文哲神经金1500万 和金华城有无对价关系 恐怕不止图例这么简单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这一份查扣的USB 宛如一个大老板名册 有地方人士跟我们透露了 柯文哲每逢选举 他不只亲自拜访大老板 也会游走在灰色地带 来积极地来跟他们来做交流 包括了嘉义的博弈大亨 台中的百亿总裁 还有电玩大亨 通通都是他的拜访名单 我们从台湾的最南端 开始出话往北上 我们要弯转台湾的历史 改变他的未来 柯文哲角逐总统大卫时 强调从南出发 还记得吗 他当时喊话深耕中南部 卖力拉票之余 背后却有地方上 不能说的秘密 身为党主席 又是总统参选人的柯文哲 到中南部拜票再正常不过 但现在爆出金华城案 回推他之前的种种行程 似乎不太单纯 早在检联发动搜索前 地方人士就知情 柯文哲之所以每到选举 就亲自造访中南部 原因在这里 因为选举需要经费 所以他们都会带会 在地方上的一些 灰色地在产业界的总裁老板 比如说你嘉义区域性的 也会赌盘大亨 那具代表性人物的 柯文哲都有去拜会 有去拜访 他们拜访的无非就是寻求一些 经济上的赞助 现在不只是大老板名册 随着USB内一sell党曝光 灰名册也被揭露 包括嘉义博弈大亨 台中的百亿总裁 和另一名电丸大亨 柯文哲都曾亲自拜会过 政党你没有这些 这些各个财团的帮忙 你政党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可能有一些连他们党工的薪水 都发不出来的 那没有人身为一个党主席 可能就是要去批财员 要去找一些经济的财员 会挺民众党的 那有些是不愿意见光的 都是以私下台面上资助你 柯主席在选举之前的时候 他有到中南部 拜会一些产业界大佬 想请问党部这边的回应 谢谢 对此民众党拒绝回应 至于柯文哲的Excel名册里头 究竟有没有这些博弈大亨 恐怕如今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 也难怪简连紧咬不放 东森新闻林权蔡雨山在台北 采访不到 柯文哲到底为什么会沦为如此下场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呢 过去他最自豪的是一日双塔 他说这个是毅力跟体力的展现 过了四年 他成了检方的信念 让柯文哲达成了一日双塔 但是从金华城到土城 上球车的这一幕 谁能忘掉呢 这恐怕是柯文哲人生最低谷 最不想回忆的一幕 双手上了考上了球车 进到台北看守所 整条路上迎接他的是两种声音 事实者小草们大喊 阿伯要加油 另一方大喊土城的选择 柯文哲想必他全部都听在耳里 而这一次为什么如此会扣人心血 因为北俭跟柯文哲的两次司法大战 实在激烈 有多少人是选择那一颗心呢 第一站北俭可是精锐进出 派出的是天下第一俭 第一鼓还派上了第六度 组成神秘的端鼓 他们要一举半倒柯文哲 但出师不力 北俭是狠狠吃了败仗 柯文哲无保请回 三天后狼烟再起 北俭这回有了高院的裁决作体器 他们改变了诉讼策略 放手一搏 第二站 这一场羁押亭 从早上九点半 一路到下午四点半 过程当中法官说了 我不采纳新证据 这一度让外界认为 北俭难道又要二度失败了吗 全国摒弃宁神 就等一个答案 傍晚五点十六分 才定出炉了柯文哲 羁押近见 有多少人欢呼 又有多少人流下眼泪 从无保到羁押 这一场司法交锋 背后有多少的暗潮汹涌 人家的司法部门 这次迫害 凶手上号走上前车 台湾主要在野党党主席柯文哲 即将进入台北看守所 整整两个月 他的意气风发 他的桀骜不训 全然消失 主席加油 主席加油 金华城案现阶段而言在监察院 跟法院的评价上面 就是一个违法的土利的案件 那前无古人后来者 北院积押柯文哲的裁定书 有三大事由 包括有证据认定柯文哲 土利金华城 柯文哲至少设犯土利罪 而且不排除收贵 以及金华城案试涉200亿元 影响社会层面深远 有积押必要 柯文哲的太太跟小孩的账户里面 有出现不明资金 这个不明资金如果形成对价性的话 就跟金华城案有对价性 它就会变成违背职务收费的问题 回顾北检与柯文哲大斗法 过程高潮迭起 先是大动作积押应小微省庆金 同时兵分48路 在8月30号早上7点 检联搜索柯文哲住家 柯文哲在第一天被检联约谈时 选择自愿同行 检方开始使出疲劳轰炸的模式 直到8月31号凌晨2点 这时候已经持续了12个小时 柯文哲拒绝应讯 企图离开遭到当庭逮捕 在妨碍人权的时间 就只有20 14小时而已 那20小时一到能做什么 释放柯文哲嘛 对检方来讲 一释放柯文哲 是不是又有其他串阵的风险跑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要逮捕他 那所以依照法律的规定 他必须对柯文哲申请积押 8月31号晚间7点 北检生押柯文哲 他夜宿候审市两个晚上 直到9月2号凌晨3点 北院宣布柯文哲无保请回 法界认为第一次生押时 检方证据准备不够周全 太快收网而失之交臂 一连串的动作 其实都是环环相扣 可是在这个环环相扣的状况之前 我们其实会知道 检方在准备这些证据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完全 齐备这些证据 是因为易小卫要出境才启动 不得不缓缓相扣这些重点 但也有人认为 柯文哲和检方斗法 第一回合可以全身而退 是在法庭上 柯文哲以被害者之词 对法官动之以情 在这两天当中 可以说是极劲 压迫跟厉害 所以我跟法官说 请你不要为难 其实这一次 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作为最后的压力 生涯失败 北检当然不屈服 第六度组成神秘的端骨 补偿证据向高院提出抗告 9月4号高院裁定发回后 北检士气大震 果然9月5号 北院值班法官吕正叶 开了三个小时积压语后 裁定收押 积压裁定里面 认定他至少在 凭之违背法令 就等于是违法的情况之下 执意为之 柯文哲有幕僚的意见 也告诉他说 有涉及到图利的问题 但是还执意为之 所以这个是公务员图利罪 在刑度上面是 五年以上有机徒刑 被称为天下第一检的 台北地检署成功收网 但柯文哲虽然被羁押 从他前几天的谈话当中 已经透露 他认为这一次的司法追杀 背后主使者就是民进党 他一口咬定 北检办案再看政治风向 形同民进党的附水组织 怎么台湾 中华民国的司法机关 变成跟民主一样 每天在那穿着护卫 在不要说抹黑 就是这样兵录式 司法跟媒体不是变成统治的工序 变成政治工序 我讲错吗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民进党要去跟老百姓 去反省的 司法工房因柯文哲被羁押 暂时落幕 民众脑律师团势必提出抗告 但政坛第三势力已经受到终极 柯文哲能不能逆势而起 将是从这十年以来的最大考验 龙森新闻综合报道 备受考验的还有全民的见解 柯文哲遇到争议的口头禅 不知道能说服人民吗 第一次的不知道情有可原 但是接二连三的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难道真如外界所说 他不是笨就是坏吗 大家别忘了 当初阿伯批评马英九 好龙兵的话 有谁这么容易被杀鼠蒙骗吗 什么都搞不清楚 而现在搞不清楚的究竟是谁 这次案件关键就在于容积率 柯文哲势必要好好回答 但第一次说通通不知道 第二次说部分知道 最后反复的公词 反而被检方抓到辫子 迎来收押的命运 而柯文哲的不知道脱桃数 戏法用久了中会露线 而被破解的那刻 只能从舞台上被狠狠地虚下台 结果今年九月的时候 我们都委会决定要送他 最高百分之二十的奖励 容积大放送针对财团 市长你要注意 你底下的人符这有的没的 会不会你卸任之后 一件一件被翻出来 变成柯文哲任内的五大案 不是啊这两个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2021年议员咨询柯文哲的影片 传遍整个网络 证明柯文哲至少在当时就已经知道 金华城容积率有争议 但他却在三年后 第一次的积压庭跟法官 还有大家这么说 所谓的金华城840的容积率 我完全没有去过分 所以后来那时候容积率845%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知道今年三四月间 媒体开始闹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才第一次知道说 这个案例判斥的容积率是840% 跟法官说不知道 柯文哲至少知道 议员会吐槽这说法 但为什么柯文哲还要这么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们很常见的抗辩方式 不清楚忘记了不知道 这个都是三步啦 柯文哲卷入金华城闭案 检方大动作要胜压柯文哲 审理积压庭的法官认为 本案关键点在于 柯文哲是否明知都委会 用违法决议涂利金华城 柯文哲说不知道 那就不符合涂利的要件 所以第一次积压庭的法官信了 他现在就是主张他都不知道 那法律上面是这样 你主张你不知道 你是不用互取正责任 证明你不知道 因为我们是台湖 所以会定原则 所以由检方来证明 柯文哲你早就知道 现在说不知道不知情 但白纸黑色的公文上 明明盖着台北市长的大章 柯文哲现在推卸责任 不仅一般人听不下去 过去的柯文哲应该也接受不了 盖的一定要看 谁盖章谁负责 不是说好了谁盖章谁负责吗 柯文哲的卓士经非 让人瞠目结舌 在司法上他保护他自己 不被所谓的欺压 甚至未来在所谓的 金华城古大案 政治现金案里面 都能够在司法上逃脱 柯文哲现在宁愿装北漆 然后也不愿意去面对 大家都知道他应该要 很清楚的状态 傻子能骗多久 都是所谓笨蛋决定的 柯文哲号称智商157 挂在嘴边的是务实理性科学 常说面对问题 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但每回面对重大危机 似乎都没有面对问题 新竹农地不知道 你们不要讲 我都还不晓得这块土地 老家顶楼为鉴不知道 我都已经忘记我家有五楼 木可有没有寄过450万 不知道 要不是这个事件你知道 我回去问才知道说 他有寄钱给我 连政治现金争议也说 不知道 现在说就是其实有退见 就经常有退见 但是你们都知道 那最后悄账不惩 所以才演变到今天的结局 这个细节我不知道 监察员我不知道 什么都说不知道 这似乎已经成为 柯文者的惯用逃脱书 但阿贝好像忘了 以前的你是这么说别人的 不管是大巨蛋或美人实在 这种几百日的案子 你要跟社会说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天哪 那你知道什么 好龙斌在那么大的案子 美和氏里面 是那么容易被蒙骗吗 被吓死 我说这样也可以和你死死的 我说什么 他刚才这样说 我说 对啊 你如果个人都不知道 什么都搞不清楚 和你死死的 当年为了美和氏案 柯文哲指责马英九好龙斌毫不留情 魏力标如今加倍力道 打在自己的脸上 PTT网友就说 柯文哲在坏跟笨之间选择了笨 因为笨是没有罪的 他过去主张自己智商157的人格 跟人设会全面性的崩坏 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 我现在形容他不叫断尾求生 他叫断身求尾 他等于是把我以前 可以当跟政治人物 所以有一些基础我都不要了 他只要换一件事情 就是我能够安全下庄 过去从农地老家为鉴 到政治现金烂账 柯文哲的拖逃数 每一次都能惊险过关 但如今招数用老 检方背起关键资料 让鸡押亭第二回合的法官买单 阿伯的不知道拖逃数 最后投过胜没过 公正新闻综合报道 柯文哲被收押后 陪伴陈佩琪的是谁呢 是他 黄珊珊 他为了陈佩琪 他可以死守在身旁 第一天离开北检的时候 陈佩琪就上了他的车 而柯文哲被收押之后 另外一个画面你可以看到 他特别在暗夜走访 他还躲在暗上里面 进入住家的 也是黄珊珊 他到底对柯家 有多么重要呢 为什么柯文哲 吴宝赤回那一天 照理来说 应该是要回到温暖的家 好好的来睡觉 但他有家不回 反而跟太太 夜奔到了黄珊珊家休息 是一股信任感吗 还是如同外界怀疑的 被告 证人 关系人 三人的齐聚 又有什么猫腻呢 而这一份特殊的情感 连跟他三十年的蔡壁如 恐怕都没有讲过 柯黄两个人 是革命情感 还是彼此利用呢 这一段故事 我们得从柯文哲 吴宝赤回 离开地检署的那一天 开始看起 为什么黄珊珊 一直想要积极的知道 柯文哲夫妇在里面 发生了什么 聊了什么 在疲累三年之后 柯文哲离开台北地院 不是赶着回家休息 竟然是直奔黄珊珊家里 所有的人都在问 为什么 陈培吉结束了在里面的 我们讲的训问之后 他又到了车上接受 黄珊珊的隔离训问 对不对 他等于是说 我们要交代说 我到底里面了解什么 柯文哲也去 三个人都在里面对谈 所以这个凸显出一件事情 只有什么人可以去谈案情 只有同一艘船的人 才可以谈案情 民罪以同一艘船形容 柯黄关西 怀疑他们同车同事串政 并不是空穴来风 台北市议员就直指 金华城案卡关多年 会出现关键转折 跟黄珊珊上任副市长有关 黄珊珊就是后面的 那个幕后的这个藏镜人 黄珊珊都是主要参与 或者是了解的人 可是黄珊珊却不愿意 当应变小组的召集人 加告黄珊珊这个背信罪 为什么 因为黄珊珊都没去 我柯文哲告了 我要加告你嘛 因为三次都你在处理的 你是副市长 加油 沛琪加油 柯氏夫妇直奔黄珊珊 做出的画面 更让外界确认了 柯黄关西非比寻常 当初柯文哲签下蓝白和六点协议 就因为黄珊珊强力反对而破局 有最热情 最热烈 期待已久的掌声 而柯文哲选总统时 承包造势大会的公关公司 都是山游泳 也牵扯政治现金烂账 柯文哲甚至没对黄珊珊说过种话 你看他的嘴脸耶 你看他的群组是嘴脸 你不是觉得 你看嘴角都上扬不是嘴脸吗 你看他现在是怎样 他都没事吗 他是律师他懂了山斗法律 就跟进化成一样 他完全山斗法律 那个所有公文上面都没有他的名字 黄珊珊 跟随柯P30年 忠心耿耿的蔡壁如 在黄珊珊担任副市长之后 柯文哲第一心腹的位置 被取而代之 那如果真的有论文上面的疏落 我想我必须要坦然的面对 我不会去见练立委这个职位 两年前蔡壁如认文被认定抄袭 柯要他辞掉立委 但影响程度超过数倍的政治现金烂账案 黄珊珊的立委椅子依旧稳固 差别待遇更凸显柯对黄多了三分情 对他而言黄珊珊这个人为什么过去跟他紧密 不是因为感情 是因为对他来讲非常的有用 包括他是律师 包括我们讲公务界他手 包括他认识这些建商 黄珊珊跟沈静静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基本上你要说是他是引荐人也不过 他就是把柯文哲那个潘朵拉的大盒 给打开了那个门 那那个盒子里面打开里面是什么 满满的建商不断地从里面涌出来 这是黄珊珊的角色之一嘛 能替柯文哲穿针引线拓展政商人脉 加上律师出身 政坛打滚多年老萌生算 再再都受到柯文哲的依赖 而据说有小英女还称号的黄珊珊 也是柯文哲维持和蔡英文沟通的桥梁 有保底作用 一粒一岛上的工具主义挂帅 就这样让柯文哲和黄珊珊 在试服期间一步一步 攜手踏上同一条船 但只有一开始你就跟我们同一条船上 你很清楚知道说金华城 包括这个北思科 这些案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 我才可以跟你讨论 黄珊珊有没有涉入这些案件 有没有跟这些案件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有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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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仔细关门 仔细关门 第一时间接风 珊珊没有来迟 柯 黄 两人究竟是理念相同的真心相挺 或只是互相利用的工具关系 还在日后的司法大戏一一解密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要解密的恐怕是民众党内的茶壶风暴 这个以柯文哲为核心的一人政党 现在树暂时倒下胡孙会散吗 柯文哲常常说自己是缺乏人才 是吗 还是人才早就受到了危机 提早离开了呢 看看柯文哲当台北市长到创党的期间 那一段日子他是意气风发 身边不乏优秀的谋士 大家都信任阿伯 他的核心价值 尊重专业 相信专业 有错就认 再来改进 期待他带领改变台湾政治 来推倒蓝绿的高卡 但这些信念怎么可以风云变色 说变就变呢 关键就在 当柯文哲说要选总统 攻顶大位时期 幕僚的建言 旁人的劝谏 他的耳朵突然都盖了起来 久久之变成小圈圈的决策 甚至一个人决策 相信其本 相信其本 抗屁肖 抗屁肖 金华城必案延烧 加上假账侵流风波 让柯文哲从政以来 自语的公开透明原则全面崩坏 公司的是2018年他嘲笑蓝绿的候选人说 这是捞钱捞到最后一刻 结果2024是只有他一个人捞到最后一刻 派向成功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继续努力 曾经那个满怀理想抱负 想要改变翻转台湾的柯文哲 是否终究打不住权力的腐化 我跟我太太 我们两个都是台大毕业的医生你知道 工作了三十几年 坦白讲要买个一亿 一亿元的房子 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 那个不要人口 不太疼爱小孩子了 还帮他设公司干什么 以往科室金句直率感言 现在成为打脸的金句 幕僚们几乎有样学样 但不见化解危机能力 反而经常提优就火 我还正在关心纯大笔现金 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说 请问东升的记者 你现在是为什么要特别的 在影响我们的记者会流程呢 记者节当天 当过记者的发言人 不准记者追问 从今生的第四拳 跳入全力的染缸 换了位置也换了脑子 其实我觉得东升要这样搞也没关系 就现场直播嘛 是啊 第一个 现在是怎么样 没有 先停一下 是怎么样 完美的示范 什么叫做不准反对 直询 如果大家要这样子 以后麦克风都会控制着 证实诚信 公开透明 民众党成立至今是一人政党 精神领袖就是柯文哲 从宪政秩序 主权意识 再到党内财务管理 全责不轻 各自表述 甚至有人说这不像一个政党 比较像一个新兴宗教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教主 你会发现到现在围绕他在他身边的人 可能大家都不会想要扛责任 大家开始在推嘛 把责任都推给团木正 再推给李文中 民众党以柯文哲为命是从 全党上下现在宛如一辆实俗列车 只求保住柯文哲这张护身符 使护主也未自保 从台大医院医生出来选市长 到选总统之间这一段的用人 在他身边的人 算是一种使命型的政党 价值核心比较强烈 市长之后下来选党主席了 党主席开始选总统了 另外一批人不一样 这一批人没有经过那种 拼手执着打天下的过程 他们进来干什么呢 蹭柯文哲的热露 2018年连任之后的柯文哲 我认为他慢慢的想法变得比较 讲好天叫务实 讲难天就是现实 主政党攻总统大卫 他的目标更大了 身边却一名见老陈蔡碧如 还有曾在京华城弊案上 屡次提醒的林周明 还有林新荣等 专业团队 一往百花齐放 求财若渴的柯文哲 用人做事都犯了一套作风 怀念的柯文哲 基本上就是能够投机所好 在我情况之下 柯文哲总一出现偏听的情况 他相信的人就完全相信 所以你看他都对黄珊珊 会做出的办法 几乎毫不质疑 而不去质疑的时候 通常心腹就会变成心腹大患 如果你今天找来的这个人 他没有办法实际上去做负责 甚至为了便宜行事 可能有些这个漏洞产生的时候 你又没有办法去抓到这个漏洞 那这个状况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严重 打着超越蓝绿 白色力量迅速成为 政坛不可忽视的第三势力 但如今民众党人人自为 却也人人自保 危机能否化为转机 端看柯文哲 能否像他从前所说的一样 莫洋亦正有错就改他 有错就改 柯文哲接下来的案子会这样做吗 后续的案件会像潘朵拉的盒子 真相一一被打开吗 除了金华城案被收押 北市客案 果鱼市场的改建案 台志光案 政治金楼案 阿伯未来恐怕是观观难过 而前面我提到的两个案子 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财团 当初阿伯是怎么痛斥财团 跟他们保持距离 阿伯你变了吗 尤其北市客的开发案 被指出会不会成为 是金华城第二 因为最让人诟病的是 这么一大块的开发案 你硬是拆成了三块 公告市值每年倍增之下 照理来说 好 尽管你拆了三块 市府会有不错的收入 但最后 怎么三块当中的两块 权利金这么低呢 好 我们来看看 拆分之后的三块土地 上面的是T16 金人宝 好 81亿得标 溢价率81.2% 这个数字非常漂亮 但下方的17跟18 一个28亿 一个16亿 好 尽管土地大小不同 价格会有落差 但是溢价率会不会差太多呢 高下立判 背后现在又被爆出 只有一家 星光人寿投标 而星光的最大靠山 不就是柯文哲的副总统候选人 前民众党立委 吴欣颖吗 那我这一切切都不合理 是故意把高级水蜜桃 当作土巴拉在卖 柯文哲 难道你们已经从公图 变成了财团的服务者吗 蓝绿议员Key Put Put 同声指责柯文哲图立财团 而阿贝说不清楚的 这一团是星光片 北市科开发案 位在北投和士林交界 是北市最后的大型冲画区 台北科技走廊的 最后一块拼图 2019到2021年 历经两次流标 到了第三标 柯市府就把基地拆为三块 再分开招标 在公告限制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最后设定的权力金底价 却比前两次低 蒋市长不用再把 就是张飞打岳飞 这是同样的事情 标不出去就是要检讨 面对质疑 前副市长黄珊珊解释 规模过大 设定地上权只有50年 所以前两次招标不顺利 拆分之后 加上权力金降5.8% 才成功标托 但三块土地标租的价钱 相差悬殊引发关注 其中T16由金仁宝 以81亿得标 溢价率高达8成 但相邻的T17 只标出28亿 T18更只有16亿 溢价率都不到三成 而且都只有星光人寿一家 投标得标 让人怀疑柯市府独厚新寿 不能禁止人家说 你们都不准来投标 只准他来投标 所以地上权标售 没有办法突利特地从上 县市淡淡没有突利 但从时间轴来看 不免引发联想 2017年 星光医院向科室府陈晴 希望纳入北市科的都市计划变更 2019年 民众党将吴欣盈放入 不分区立委名单第7名 2021年 北市都委会通过变更案 星光医院限定从工业区 变为医疗专用区 融资从200%跳升为365% 价差高达10.8亿 我为什么独奖星光 星光这件事情 融机率它365 核心350 但回馈加成要求 星光是没有的 同一年 星光人寿标下北市科 T17 T18两块地 2022年确定公告实施 T17 T18居然用建价的方式 租给了星光人寿 刚好就是吴欣盈担任 星光人寿的总经理 那这不是瓜田里下 什么是瓜田里下呢 隔年2023年 吴欣盈就成了 柯文哲的副总统候选人 在我们整个党内 被找到的就是 副主见过最高的 应该是吴欣盈委员 魔鬼藏在细节里 根据议员的资料显示 2021年3月 柯文哲亲自主持两场会议 把土地拆成三块 投标资格改成不限产业类别 给了星光人寿入场券 拍板T16标案 需要付计划书 T17 T18都不用 而且下修权利金 事后回看 根本是替得标的新寿 大开方便之门 一项标榜公开透明的柯市府 在这场关键决策会议 竟然连访谈竹字记录都没有 只有会后整理的摘要内容 柯文哲从头到尾根本无法见人 这个会议里面决定的事情 无法公诸于世 从说 北市科 台市 国王 清华城 那些每天晚上在柯文经历 那些民主讲的话 事后证明有哪几件是真的 很少 从头到尾太多一次 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调查 反正我们坎荡荡 你就把所有的会议记录 录音档 真的如嘴巴说的一样坦荡荡吗 柯文哲说市府一共访谈了 14家潜在投资厂商 最后依照新光人寿和元大人寿的建议 才变更北市科的招标条件 但说好的上网公开呢 包含14场的这个潜在投资人的访谈记录 目前也证实完全没有录音跟录影的记录 市府不止没有任何记录可以公开 元大也发表声明 否认参加过北市科的访谈会议 因此科市府又爆出可能造假或伪造文书的案外案 那如果假设最后的真相是元大人寿确实没有出席那一场会议 那就证明了只有新光人寿一家 希望能够表达把一块地拆成三块地 而且要求要调降权利金 一连串荒腔走板的过程 让调查此案的议员成目结舌 经过不可思议 但科市府的疑似弊案 牵扯星光人寿的还有另外一件 南港转运站可能就是北市科2.0的翻版 南港转运站BOT案 在柯文哲任内也以没有厂商投标的理由 多次下修权利金 最后也由新售得标 所以等于市库是少收了10亿元 北市科和南港转运站标案 新光人寿都是在吴欣盈列入民众党 不分区立委名单之后取得 柯文哲与财团兼并兼实 不懂得避嫌 不是坐实了柯黑指责的坏 就是笨得让人怀疑他的一五七智商 也不仅想问阿贝 他的Keep Promise到底Promise了谁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柯文哲跌落神坛之后 民众打摇摇欲坠 而在这一场风暴当中 有小草是屹立不摇 有得回头 而一来一回之下 最大受益者会是执政党吗 现在立愿第二会期开议 再也党力量若溃散 那能监督政府吗 我要把主席总结好不好 我只请他公平 人道的对待柯文哲 主席柯文哲涉及B案被困在法院 现场小草慌忙无措状况摆出 对比大雪时的造势活动 现在的民众党群龙无首 已经受到重创了 这几年他们的对话里面 跟柯文哲有关的都去掉 我跟妳讲会几乎一片空白 所以他们没有自主性 这才是民众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只要柯文哲他一倒了 你们全部的大家都会完成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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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跌 从一月大选36.4% 现今只剩下21% 与此同时 民进党支持度 却悄悄突破五成 显示白色力量正在消退 涌向旅 在这个时点 多少会有一些小草 会拉回变回头草 就变成民进党的支持者 我觉得更多数的这个小草 可能是转于观望前 我到底要支持谁 因为现在还没有选举 所以不给予表态 BM重创民众党 一面是民进党从中获利 可另一面蓝白能不能合 再度成为关键 毕竟2024大选后三党不破半 嘲笑野大的局面下 蓝白合作才能发挥在野力量 对此身为在野多数的国民党立委 率先表态 不要忘记 赖清德只拿到40%的选票 还有60%的选票 事实上是没有支持赖清德 是支持国民党 或者是支持民众党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觉得国民两党 在野党 更要为这60%的名义跟支持度 我们要去捍卫更多的政策 平平向民众党释出善意 包括立委黄建豪 徐晓鑫也都先后声援呼吁合作 原因就是近期展开的立院第二会期 包括四项人事同意权案 及攸关明知明高的四大预算案 是重中之重 三党不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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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立法院就变得很有趣 不要小看这一席立委 其实这一席立委 都有可能左右 藍绿白的政治局势 第三次立在这个会期 会显得特别重要 虽然是只有巴西 但是至少是关键的巴西 面对一个阿爸完全独裁的民进党 特别是赖清德 你看他三个月上来 我们没有看到很多的长期 他的施政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完全没有方向 施政没有亮点之外 几天前总统府公布的司法院 人事案更被批评 持有酬庸 没有专业 立法院要不要买单 就看蓝白合不合 好比接下来人事案 我觉得一片绿油油的大法官 你如何去说服人民 未来这些法院是人民的立法院 而不是有政治力介入 冥想执政第九年 人民的心目中的司法有进步吗 從520就职以来 賴清潮現在 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字嘛 就是杀到底 就通通道理都是在杀 包括他連陳宗彦 包括林怡錦自己人都砍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只要他的民调不會往下追 他就会继续干这件事情 建立威信兵企图瓦解民众党 精华城案只是刚开始 接下来柯文哲还有不少重案 即将面对 若是站不住脚 在野力量无法整合 终究获得渔翁之力的 还是执政党 調查中心综合报道 好 为了挺柯文哲 民众党紧急动员小草 连组织部副属任林昭映 还在直播中对小草嗆下 那今天叫你上街头了 礼拜天你会出来吗 你敢出来吗 又派桌又唱虾 民众党组织部副主任林昭映 难道是要使出激将法 號召支持者力挺主席柯文哲吗 真的叫你们上街头 一下出国 一下要上班 借口一大堆 礼拜天没有出来 就不要在那边讲那些屁话 口气真的不小声 不晓得有多少人买单 但恐怕就是一切来得太突然 只有两天时间准备 民众党各地方党部 拾出浑身解数出击 像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都有发文召集同志 甚至还要汇款当保证金 就是要确保人会来 要包车北上出兵 据说台中已经超过10辆车 民众党吹响号角集结力挺柯文哲 全国第一场开奖 就办在这条路上 立法院外的济南路上 在9月8号晚上6点半登场 民众党全力备战 远景也不松懈 预计当天将派百名警力戒备 前一天也赶紧在管制区附近 架设巨马 拉红线 挂红单 要提醒用路人 从9月7号晚上10点开始 一直到9月9号早上6点 在济南路一段 南北侧公有七七车停放隔 暂停使用并禁止车辆停放 那我们现场呢 会发放这个蒂粉里蓝色 也就是跟这个民众党颜色 是一样的这个施带呢 来呢 现场来发放给参加的民众 那可以把一些 对于捍卫司法争议的啊 一些想法可以写在施带上面 党中央连两天下午都召开 紧急工作会议 讨论动员和活动细节 而创党之母蔡壁如 预计8号晚上6点出席活动 白伟说没预计来多少人 因为是第一场 未来还有很多场 各界也看当天活动 是否就像线上应援一样 又或是雷声大 雨点小 东盛新闻中的号 例如台北报导 好 除了中央似乎急了点 网红馆长也开了直播 痛批司法不公 还说这是台湾的文化大革命 人家说以前我们有文化大革命 中国最悲惨的多少人被斗死 现在就是在演什么 台湾的文化大革命 你有没有罪 我没有罪啊 可是大家都说你有罪 网红馆长陈之翰 在直播上痛批台湾司法 毕竟他相挺的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 遭到积压禁件后 直呼司法不公 根本就是台湾的文化大革命 柯文哲啊 一定是拿了这个 你看看到没有 1500这什么 这是暗号 什么暗号呢 1500万抓到了吗 哇 这真的很严重耶 居然敢这样写 这种暗号 谁都看得懂嘛 对不对 这是密码 这是暗码嘛 就是 就绝对是 越说火气越大 双手交叉在桌上 整张脸满是帐红 不敢相信自己 身性无罪的柯文哲 今天会从金华城去到土城 认为就是被陷害 直呼周刊爆料的USB 檔案中的1500 就被外界认定是 收贿1500万根本不合理 剛剛啊 又是金周刊 又是争论节目名嘴 說啊 柯文哲收了省清金1500万 USB啊 USB啊 现在要让一个人死 這太简单了 館长频频喊话 要求检察官在侦查期间 要把1500万找出来 而不是周刊写的1500万 这种以图立罪 抓人取共 先收押禁件 再来找证据的 这种司法办案 这种 这么暴力的手段 这么蛮横不讲理的司法 管长甚至号召小草 在9月8号晚上挺身而出 身体力行当强力后盾 即便卷入弊案被收押 人生性当时选择 不是错误选择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金华承案除了柯文哲 最后提抗告的是应小薇 法界分析她在看风向 未来不排除 會当污点证人争取清判 深圳不怕影子邪 应援办公室被搜索 当时应小薇落下这一句 深圳不怕影子邪 她先是被带到廉政署 29号再进到地检署 谢谢大家 謝謝 或许这一刻 应小薇就知道事情不怕了 她为了提高精华成容几率 被查出收了省庆金4000多万 这笔钱把她送到看守所 包含柯文哲 彭震生等人 都变成被告 但是应小薇直到被羁押第八天 才提出抗告 五个被告裡面 四个提出抗告 而且四个通通抗告驳回 包括应小薇 昨天一提 两个小时后马上被驳回 法界分析 应小薇明明是全案 被羁押的第一个人 却是最后一个人 隔了八天才提出抗告 或许是她知道风向变了 但是高院认定 她涉嫌收贿省庆金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她在被搜索的前一天 从桃园要搭机前往香港 她明明知道自己被限制出境出海 还是不放弃 跑到台中机场再试一次 就是这行为 法官认定她有逃亡 滅阵勾串疑 抗告驳回 省庆金跟彭震生 两个人都提出抗告 高院也驳回 其中一条相同的理由 就是尽管她们两个都介护旧医过 但是没有病重到不能被羁押 换句话说 现在谁先认罪吐出实情 改当污点证人才是解套 有可能律师会建议她 接下来就是认罪 然后绞交犯罪所得 并且有可能会想要转回污点证人 检察官说同意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她想要 她就可以当污点证人的 建华城闭案 五名在押被告 犯罪轮廓逐渐成行 现在该做的是无罪答辩 还是护咬求生存 共犯们天人交战 东森新闻 招待姚怡婷 林上玉 鲁平农 台北